2024年对大S极其不利 她已改往日嚣张跋扈的镜头 很少直白挑衅了 不知又在想什么损招 汪小飞官宣在婚后 身边有了马小梅陪伴 自信复苏 事业开始飞越式进展 开始在经济上计较起来 不惧怕女方打官司 也不再给多余的钱 至于孩子 你想要就给你 老子还能再生 随你便 我也是已婚 有老婆要养 汪小飞只给孩子抚养费 没有经济来源的大S 估计连打官司的钱都缺 大陆的网友拍手叫好 觉得这是汪小飞走得最对的一步棋 直接来个釜底抽薪 断了他们的念想 人闲久了就会找适儿 没钱就得出去干活 想让自己自在 就别让对方那么富裕 看着大S跟汪小飞的关系彻底黄了 黄春梅对聚俊叶更加不满 黄春梅喊话聚俊叶去工作出钱养着大S 不然滚回韩国去 为了留住聚俊叶 大S疯狂出钱给他投资 除了个人工作室 还有店铺 什么叫真爱 愿意出钱的就是真爱 台北一家潮牌店铺 大S出资花了400万 应该是台币 合计四星号23等于92元 又是一个23万 不包括每月4.5万元给具俊叶的补偿费 还有家里日常开支 长期如此 都靠大S一个中年女人支撑 早就心力交瘁 所以她不停跟汪小飞打官司要钱 大S的窘迫经济状态 被小S在媒体面前曝光 甚至爆料姐姐张口找自己借钱 缺钱的日子 姐姐情绪不稳定 两人老吵架 妹妹没法说姐夫 但丈母娘不会心软 直接袒护自己亲闺女 对着聚俊叶开炮 说话很难听 作为一个大男人 既然成家了 你要承担起家庭责任 去工作赚钱 不然你就滚回韩国 聚俊叶大概觉得屈辱 连夜提着行李跑路 回到本国还挺受欢迎 参加了不少真人秀 大秀恩爱 赚了一波块钱 这都是沾了西元的光 可别忽视了大S的商业流量价值 连聚俊叶这个国外颓废老头 都带着再次活一把 上节目 一定要提起大S才有节目效果 这才是导演祖邀请她的真实目的 聚俊叶在节目上侃侃而谈 各种爆料 为了满足丈母娘和老婆的经济需求 聚俊叶还是很拼的 为了挣钱马不停蹄 台北节目效果不好 回韩国继续 然后转战东南亚等国 不放过所有机会 黄春梅很心疼大S 家没了 光头不靠谱 还缺钱 人生刚刚过半 余生杂枕 因为大S和聚俊叶在闹离婚 黄春梅被气得心脏病发作 黄春梅对大S这个女儿 是心疼又无奈 希望她幸福又说不上任何话 大S人到中年 好像是到了个人叛逆期 情绪大起大落喜欢走极端 以前的日子真是岁月静好 可惜 再也回不去了 黄春梅这个家族掌舵人 也是钱驴即穷了 这就是衰老的标志 自己闺女劝不动 也舍不得让她受苦 只能拿着女婿出气 无论是汪小飞 还是巨俊叶皆如此 小S谈及姐姐这样说 对自己三个闺女充满了自豪感 针对外界传闻 徐妈妈催促大S付出工作 小S一口否认 表示并没有 小S面对媒体询问前姐夫汪小飞 一言不发 直接转过脸去不搭力 这是害怕说错话 再次被针对吗 自从大S付出失败 打官司失败 再婚生活一团糟 汪小飞官宣再婚之后 小S好像跟姐姐换了一个位置 气场都变了 她俨然是家族代言人 说姐姐暂时退居幕后 没有付出意向 这是给外界传递信号 大S目前状态真很不好 缺钱但失去了工作能力 或者是动力 这些打击有投资 巨俊叶失败带来的消极影响 也有王小飞再婚带来的沉重打击 一切都抓不住 也回不去 大S原话 老娘没有兴趣 这都是汪小飞的错 一个人养尊处悠久了 谁愿意寻规蹈矩放下自尊挣钱 媒体记者问 失去了一棵摇钱树是不是很糟糕 对于这些赤裸裸明显挑衅的问题 小S显得很不以为然 抛出自己的三个闺女轻松化解 我这里也多了三个呢 如今的小S 也是大S高攀不起的存在 三个闺女 除了许老三年幼之外 大闺女拿到两份美国名校录取通知书 不久前刚去学校报道 是父母一起陪伴前往 大闺女除了学业优秀之外 还是个平面模特 经常有广告收入 二闺女跟姐姐你追我赶 就连不着掉蛋惊剧叠发的许老三 想必未来不会比姐姐差 小S长期被人嘲讽 说她活得狼狈不如人 长期被夫家轻视 被徐亚云暴揍 总是一个人流泪独长深夜的酒 小S一直咬牙苦撑 为了孩子坚持 不是停留在口头上 而是坚持在事业上生根 老公废了 为了孩子 我这个当妈的要靠谱 就这一点 她就比大S优秀太多 张兰把自己熬成了湛兰 为了成年的独子独自奋战 黄春梅自己也是低配板湛兰 全力托举女儿 大S勒趴了 小S接力顶上 跟姐姐多多逼人比较 小S是个情绪稳定的高人 她很不出色 一直在接力打力 夫家如此 姐姐也是这样 但结局 她站了起来 混得风生水起 当大S还为了一些 迎头小力跟前任纠缠不休 一把年纪还跟光头秀恩爱 让自己人气跌到谷底 商业价值到最低 对孩子不管不顾分 生法术的时候 小S拿出了自己的大格局 用单薄之声支撑门庭 大S不是没能力 她有野心 也不缺霸气 就是心气太高难以落地 太要脸了 她还活在自己的18岁 把自己当成偶像剧女主角 完全不在意别人的感受 根本在关系里懒的反馈 曾经的母慈子笑一去不返 因为亲妈情绪极不稳定 孩子待在焦虑的母亲身边时间长了 也会自闭很不自信 真会成为人生噩梦 她俩适合打组合拳 小S适合单飞 大S需要人偶背景强 作为节目效果陪衬 她什么都明白 也知道自身危机 就是执念太深 走不出去 这种状态 成年男女身上都有 很多都是原生家庭带来的苦难烙印 跟当下没有太多关联 解开心结 除了想开 就是释然 唯有接受 接受人心叵测和事态无常 才是解药 接下来说 大S好可怜 马小梅一身行头 远超儿孩子抚养肺 十年婚姻成笑话 有后妈 就有后爸 自从和马小梅结婚后 汪小飞就放下了大S 不再对她言听计从 以前的天价抚养费 也变成每个月23W人民币 小S曾在节目中爆料 姐姐大S面临经济危机 自己无法付出 拒军业也挣不到钱 孩子的补课费都快交不起了 暗讽汪小飞不给力 也不多打点生活费 对此 汪小飞置若网文 反而对交期马小梅越来越好 两人去上海参加活动时 马小梅一生形透 引发网友热议 比如手腕上一块百达费力 就抵得上俩孩子八个月的抚养费 私底下 马小梅也是奢侈品爱好者 手里的包包 都没有低于五位数的 作为一个小网红 她自然无力承担这些 马小梅的奢侈品 除了前夫送的 基本上都是汪小飞买的 两人交往半年多 汪小飞对她也是毫不吝啬 不仅如此 汪小飞变身 宠妻狂魔 带着马小梅参加时尚活动 和吴燕祖坐一桌 带她彻底进入自己的 朋友圈 据悉 汪小飞和吴燕祖是多年好哥们 此次活动 也是吴燕祖主动邀请 不少人 替大S感觉不值 结婚十年 大S很少绣豪车 包包 基本都是晒孩子 绣恩爱 和汪小飞在一起 她几乎从不打扮了 就像普通夫妻一样 大S做梦也想不到 去年还说爱她的前夫 转身娶了个素人 还删除两人所有的动态 据悉 汪小飞不喜欢代替 只让大S吃药 这加重了大S的癫痫病 也因为癫痫的加重 让大S在生二胎时险些丧命 当年 和汪小飞参加 幸福三重奏 时 也是刚流产不久 整个节目 她的情绪都不太高 汪小飞却没有及时关心她 两人离婚的根本原因 也是因为汪小飞婚内出柜 带着小三去了婚房 前人栽树后人成梁 如今 汪小飞心有所属 大S 眼看着日益旺盛的麻六计 会不当初啊 这本该属于她的荣华富贵 就这么白白拱手相让了 她那颗好胜的心能接受吗 前几天 聚俊叶去菲律宾开演唱会 费时费力 总收入才4万块 不如大S一顿黑松路 目前 她已经回到韩国 目前大S并无固定收入来源 工作机会基本没有 想想都挺惨的 以她的性格应该一难评 她还会告吗 还是任命 如今 她选择让孩子频频接触父亲 奶奶 是不是想回心转意呢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